幕后英雄当如此 邓超本着干杂的心态当导演 昨天晚上邓超与导演陈可新 明道桃红等明星在上海出席 某明表举办的幕后英雄盛典 除此从幕前转做幕后导演的邓超 说到自己导演的第一部戏 不禁侃侃而谈起来 不过言谈间看得出来 邓超对自己的导演才华非常谦虚 我现在在做分手大师这个电影的导演 虽然我是靠这个干杂的心态 干杂的心态 有这样的导演吗 还在干呢 不像核心导演 核心导演就是干一个成立 我们是干杂的 谦虚 谦虚 跟核心导演演都是很多 据说除了当导演 许多幕后的杂伙 邓超都想一一尝试 像这样跟手下的人 打成一片的导演 实属不太多见 我跟每个部门的人都打个火热 今朝就拿着刀去录音 然后也想去拉威亚 然后有的时候也想去拿个机器 去拍一拍 很有好奇 想起很多的镜就不动了 不开机就完了 好奇